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 猪身上的狮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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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在猪毛舒长的地方 以为是高大的宫殿 和开阔的花园 住在蹄子和腿弯曲的地方 以为是安家的好地方 他们不知道屠夫 有一天会挥壁 扑草 放火 把猪和狮子一起烧焦 狮子 一种寄生虫 疏 间巨大 烧焦 烧烤炭化变色 这个预言来自庄子 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和文学家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选择安身之地 要特别小心 不要做猪身上的狮子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猪身上的狮子 猪身上的狮子 住在猪毛舒长的地方 以为是高大的宫殿 和开阔的花园 住在梯子 和腿弯曲的地方 以为是安家的好地方 他们不知道屠夫 有一天会挥壁 扑草 放火 把猪和狮子 一起烧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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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